6月11号 引发关注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又有了新进展 6月10号凌晨 唐山某烧烤店发生一起 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 6月11号下午在江苏警方协助下 唐山警方将在某烧烤店涉嫌寻衅滋事 暴力殴打他人案件中的最后一名涉案人员 沈某逊抓获 至此该案9名涉案人员已全部归案 权威信员证实的一段抓捕视频中 两名男子趴在地上 一名女子蹲在车旁 警方10号通报称 两名受伤女子正在医院治疗 伤情稳定 无生命危险 另据报道 唐山女生被打事件引发关注后 当地市民爆出 施暴男子为当地水产养殖老板 陈某志因数次成老赖 多次被献高消费 据其XXAPP显示 陈某志因2020年因不当得力纠纷 被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行标的是34281元 或因全部未履行 法院将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并被限制高消费 6月10号完 河北唐山一男子通过发布视频 实名曝光一个以刑满释放人员 组成的涉嫌黑社会团伙 他在视频中表示 自2021年7月起 该团伙一直对其进行敲诈勒索 暴力打杂 严重扰乱他的正常生活 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 并置其蛋糕店地点停业 男子视频中还提供了恐吓录音 你现在家住哪哪哪对吧 我要不摸清你也不会找你 我见你一回打你一回 据该男子表述虽已报警 但公安机关表示 这些人的行为并不触犯法律条款 对于该事件 徐江涛律师表示 打人男子已涉嫌刑事犯罪 若女子受伤严重 最高可判10年以上